事情就是这样 冯家 赵家 李家 那天出生的女儿也都被抓走了 娘 你可听到了 朝廷要抓的妖星沙漠 可不是我的林湛啊 您平日里最疼湛儿了 您可要替妾身做主啊 娘 娘 你把阿末藏哪儿了 为娘问你话 你把阿末藏在什么地方了 你都听见的 这是欺君大罪 要株连九族的 老爷 阿末是你的女儿 可蕾儿也是你的女儿啊 你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蕾儿去死 老爷 起身求你了 救救我的蕾儿吧 老爷 老爷 你倒是说句话呀 求求我的蕾儿吧 老爷 求求蕾儿吧 切身求你了 老爷 你还不说话 你要害死全家呀 你跟我说 阿末 不是五月初三生了 阿末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娘 这 这 夫人禁闻多年 一直没有身孕 娘比我纳妾 可是我俩 阿末 阿末 阿末是当年 我连夜从此幼剧报来的 此幼剧 报回来 哇 要好 啊 你们 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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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儿子不好 儿子不好 儿子不孝欺骗了你 但这一切 亚母没关系 他不是我凌家的孩子 那不正好吗 朝廷竟然要诈 老爷把阿末给他便是 把我的战儿换回来再说 老爷 你把阿末藏哪儿了 你说 你说呀 你把他藏哪儿了 阿末的生辰 根本就不是五月初三 也不是朝廷 要抓的妖性 我可不管 朝廷要抓的妖性 是不是那是朝廷说了算 我现在就知道 朝廷要抓的是阿末 我的战儿是无辜的 我绝不能让战儿 替那个丫头白白送死 我的战儿要是死了 战身 战身也不活了 老爷 老爷 你倒是说呀 老爷 够了 你说阿末 我 生辰不是五月初三 也不是我林家的女儿 就算我信 官府的人 能信吗 江嬷嬷 江嬷嬷在吗 哎呀 这深更半夜的 有什么事不能明天再说吗 打扰打扰 江嬷嬷在吗 我找江嬷嬷有急事啊 江嬷嬷 江嬷嬷两年前就去世了 去哪儿找江嬷嬷呀 你要真找江嬷嬷 就去她坟前烧点纸吧 啊